5月底6月初正式牡丹盛开的时候 我们有幸受到翠亨村牡丹园园主的邀请来到他的牡丹园参观了一下 中国是世界牡丹的发祥地和世界牡丹王国 我最近也调到牡丹这个坑里去了,做了很多研究才知道 中国牡丹园艺品种根据栽培地区和野生原种的不同 主要分为了四大个牡丹品种群 也就是中原品种群、西北品种群、江南品种群和西南品种群 这里面的学问实在是太深了,我会慢慢的学习,然后来和大家分享 园主的邀请发出来好几天了,刚好我比较忙有点事,所以没有及时的去 很可惜到了牡丹园的时候,牡丹花烧的已经有一点开拜了 一间牡丹园,最先看到的是西北牡丹的紫斑牡丹 这个是和平二桥 这个是日系牡丹,八千代春 它的花朵比较小,但是看上去特别有仙气 这株是香玉,也是中原牡丹里头最香的品种 很有意思的是,它的花形不是固定的,有时候会改变 我凑得很近,闻了一下 居然有一丝甜丝丝的那种酒酿的香气 这株是雪莲,其实也不是雪白的,但是起了个名字叫雪莲 这株是晚霞,它是紫斑牡丹系列的 这株的名字叫紫绒剪彩,有一点深紫色 这株的名字是墨润绝伦,也是山东荷泽出品 这株是日系牡丹,名字叫花王大红色 这株名字叫红麒麟,一听到麒麟,我们知道肯定是中原牡丹 这株也是中原牡丹,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黑妞 这株的名字叫霓虹幻彩,是中原牡丹,我去的有点晚,有点开过了 这株牡丹名字叫冗幼二桥,是西北牡丹里的紫斑牡丹系列 现在来看看这株紫斑牡丹里的白色系,它的名字叫百丈兵 这株牡丹的名字叫莫冠御赤,它也是名品,被称为西北牡丹里的璀璨明星 这株也是紫斑牡丹系列里的日月同辉 这株名字叫桃喜,我还专门查了字典,它也是紫斑系列里的 这名字听着就非常富贵 听牡丹园原主说,幼年的牡丹很有意思 它每年开花还不太一样,它的花形需要经过4-5年才能固定下来 这株是兰皱绸,也是西北牡丹的紫斑系列 这株是西北牡丹里的雪原余辉 这株有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粉菊花,我看着完全不像菊花 这株的名字是紫绣球,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 这里是第一次开花,所以花形还不够标准 等它开过几次以后应该开起来是像绣球一样,非常非常的美 这株是蓝赤紫燕 这株是塞莫莲 它是中原品种,主要产地在河泽和洛阳等地 颜色是深紫色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这株是粉稀丝,还真的是娇滴滴的 这株是朝霞陈露,是紫斑牡丹系列 这株是玫瑰撒金,也是紫斑系列 这株是冠丝墨玉,它的花非常的大 小时候故事书里的牡丹看上去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日系牡丹,新国色 这株名字叫做晒雪塔,也有别名叫景玉 因为是第一年开花,所以花形还不稳定 这株是岛景,岛景最容易辨识的就是它花瓣上的白色条纹 这个也是牡丹中的名品,名字叫做皇家门 可惜还没有开,没看到 这株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做长斑贵夫人 就是贵夫人脸上长了很多花斑 我想可能没有贵夫人喜欢这个名字吧 这里的牡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好几百株,有好几百个品种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明白了,牡丹的学问真的是深 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的研究 还有他们培育的杂交品种 经常会推出很多新的,不同的品种来 我周围的牡丹达人说起来真的是滔滔不绝 学问非常深厚 我也在慢慢学习中 谢谢牡丹园祖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拜访了牡丹园 我也会把牡丹园祖的信息 放在我youtube平台的community里 如果你对牡丹有兴趣 可以直接和牡丹园园祖联系 我们走的时候,园祖还送了我们一大盒子的牡丹花 放在家里好几天香香的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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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